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就梅花肉替代了 调料里的红菊粉可放可不放 主要是调色用的 用料累计打成肉泥 这肉好像中毒了一样 顺着一个方向搅上劲 然后并且冷藏一个小时腌制入味 使上一坨肉泥在油纸上 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 因为要擀得很薄 这样的话防蒸效果特别好 擀面杖擀到2-3毫米的厚度 烤浆预热180度 先烤10分钟 家里的蜂蜜吃完了 我用了水鱼替代 我试过了 效果是一样的 跟水的比例大概是2比1 取出肉片 竟然都刷上一层 再撒上芝麻 180度烤5分钟 反面也是一样的操作 我喜欢有嚼劲的 所以一共烤了10分钟 这个时间可以给你自己的喜好掌控哈 好好了 看我的猪肉脯 啊好烫啊 哇 这个高光 像你手中硬币一样 闪闪惹人爱呢 我用了500克的猪肉 11寸的烤板 其实可以做三大片 但是实际上它太诱人了 没等到刷断室 就被我吃掉了 最后修准不均匀的边角 起成你喜欢的大小 这个边角 有没有人想要 这才是最好吃的 闪着高光 咸中带甜 软软有嚼劲的 秘质猪肉腑 就做好了 切成块这种普通吃法 在我们贵族名媛当中 是不流行的 我们一般都是抱起来 直接啃 吃完咸的 再来点甜的吧 这个酸奶片 真的是好吃又手残 完全不用开火 两步搞定 傻巴式操作 草莓口味的所有材料 都倒一起 揉成奶粉团子就可以了 抹茶口味的 先把抹茶粉 跟酸奶糊弄匀了 再倒进奶粉里面 这样比较容易揉匀 有点苦 又加了10克的糖 抹茶口味的 也做好了 我又做了一个 指甲酸奶跟奶粉的原味 放到油尾上擀成片 冰箱也冷冻 冻硬了就可以切片了 这个特别像我小时候 吃过的一种零食 叫做奶酪条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软绵扎实 有嚼劲 奶香奶香的 这你要是还能做失败的话 把嘴系过来吧 吃完甜的 再来吃点脆的吧 可以说是越南吃软皮 最好吃吧 震惊我妈的 仿真炸鱼皮 一口就停不下来 这个手感也太像纸了吧 买的海带太小了 抢包装 只能裁件一下了 水滴漠染 自清流 提笔疾书 不藏修 行云流水 世难求 鼻走游龙 一挥就 好吃好吃 打湿的春远皮 沾上一层海苔 压一压 挤出多余的气泡 晾干 像纸板一样硬的时候 减少一口一个的大小 油温180度 如果掌握不好的话 可以用剩下的网格纸 试一下温度 这个也不会浪费的 撒上调料比虾片还好吃 哇 这个汤很开了 如果你家也有吃不完的越南春卷皮 一定要试试这个 太好吃了 最后撒上烧烤料跟干加辣椒面 这一口下去 酥碎还不直穿天灵干 再调一个饮料 我的追剧小零食就齐活了 这三款追剧小零食 是不是超级简单 居然还不想动手的 只能让明冲油品的零食来解决啦 毕竟做饭不如郊外卖嘛 那这里也有同款 明冲油品经典猪肉腐原味的 扎实的肉感 吃起来不会太甜 也不会太硬 也不太干 越嚼越香 春香牛肉有两种口味 麻辣跟自然的 里面都是大颗的牛肉粒 虽然就有春香牛肉 但并不是很辣 再配上满碗的芝麻 真的是香的一张 直接在嘴里面的榨开 满口流香 肉吃完了 再来点地咖小零食吧 这三种口味 辣度也是有区分的 但是我觉得都不是很辣 海带系列 一包下21大卡 香辣爽脆 满嘴爆汁 甜蠢脆脆的 就算有这么多包 也架不住我 一会儿就吃完了 不过 热量不高 再吃一包也没关系吧 最后不赖热甜食 很难收尾了 全部都是低卡林质的果冻 真正的还有果汁的果冻 推荐把它们冻起来吃 紧致微微点死 之前做的饮料 我放的就是这块 冷冻过的 既可以冲到冰块降温 化了还可以吃 临床有品的所有零食 都是独立包装 方便保存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存货吧